市区重建局有意为玉廊湖去做更加详细的规划 包括调整周围的土地用途 分析师指出 计划一旦敲定 预料将会出现更多的商业项目 带动附近的组屋价格 尤其是班丹和德曼花园一带 增幅可能会达到5% 我们来看记者聂国卫的报道 班丹和德曼花园组屋区的转售价 一般比玉廊东组屋区低10%到15% 以三方式为例 玉廊东的平均转售价为30万元 班丹和德曼花园约28万元 为了辅助玉廊中央商业区的发展 事件局考虑修改包括班丹和德曼花园的土地用途 分析师认为 这可能缩小两个区域的组屋价格差距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想住在朱鲁 朱鲁会变压了 朱鲁会变成一个商业区 他们可能想住在商业区 在商业区的商业区 那里没有什么新的政府组屋的供应量 如果是有人想在那里买政府组屋的话 只能够在那里买现有的这些转售组屋 第二是如果是这个规划开始实现的时候 也会可能会有更多的就业随会 因此也会推动那里的组屋的价格 分析师也认为 班丹和德曼花园 未来可能建造更多新的预购组屋 而玉廊乡村俱乐部腾出来的土地 比较适合建造私宅或综合项目 新乐国际提供给本台的数据显示 自从政府去年5月宣布新龙高铁中站在玉廊东以来 私人公寓的平均转售价一年来 从872元上升到890元 增幅约2% 组屋转售价也上升2%到3%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 新闻推广